最近张大夫发了劝大家戒酒最好不喝酒的视频 在这些视频的评论里有很多不友好的评论 甚至有很多骂声 无论是骂声还是挖苦 还是不友好的评论 我都能理解大家的心情 大家写的我也多多少少看了一些 确实几千年的酒文化 有的人每天喝着杯酒 或者说喝一顿喝两顿喝三顿喝四顿 喝这个酒是他人生的乐趣 我理解大家的心情 但是现代医学和营养学的更多的研究提示 的确是我们日常如果有酗酒的行为 对健康是很不利的 最好就是滴酒不沾 但是我们又不能说张大夫 你这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吗 有说现代人能不喝酒的确是这个问题 张大夫也会偶尔喝酒 比如说逢年过节亲人聚会或者朋友相聚 你不喝上那一杯啤酒 他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显得咱格格不入 所以说偶尔也会喝一点 我在此我劝大家说 你说你偶尔喝一点问题不大 但是要注意适量 就是酒精量不要超过15颗 折合成白酒不要超过一两 啤酒不要超过一瓶 红酒不要超过二两 如果在这个量之下 应该说可以理解 只要你不形成长期酗酒习惯 应该说这个危害也是可控的 我一直也在这么说 所以说呢 还是希望大家尽量少喝 你说偶尔喝一次 也不一定有多大的事 但是呢 我今天呢 我在这个视频上 我给大家放出来 我今天看到的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是个东北人 他就爱喝酒 长期酗酒 我把他的心脏的血管给大家 把图片放到这 这个图片上 到处都是这种 咯咯哒哒的周样斑块 钙化也比较重 他自己呢 还没有这种冠心病的症状 警报系统完全失灵 很意外 发现自己的血管堵得很重 当地的医院就建议他搭桥 他现在就特别后悔 他喝了这么多年酒 他就特别后悔 没人劝他 怎么没人劝我把酒戒了 他到发现的时候就有点晚 所以说呢 今天我把这个案例放到这 我还是真心实意的 劝手机前面 有酗酒习惯的人 尽量把酒戒掉 没有酗酒习惯的人 不养这个习惯 当然我知道 有些朋友还会到评论区去抬杠 评论区去说不友好的评论 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 但是我最后说 各位 你们的母亲支持你 天天酗酒吗 你们的爱人 同意你 天天喝吗 你们的子女 愿意看见你 泡在酒缸里吗 如果你们的父母 爱人 子女都不愿意让你养成酗酒的习惯 那各位 你觉得张大夫说的对还是不对呢 当然有些朋友还会在评论区骂 没问题 大家可以尽情发表你的评论 但是 我还是愿意号召大家尽量少喝酒 谢谢大家